男人看着收养多年的徒弟 如今竟然手持磕刀想要取自己的性命 可是男人却丝毫不反抗 这是为什么呢 男人叫兽海 是这里出了名的医生 每天前来求医的人都会排起长队 甚至知道病人的家境不好 时常也会免费帮忙患者安装医治 每当别人问起这么好的东西 却免费真的好吗 兽海都会这样回答 因此时常会有村民送上一些瓜果蔬菜作为礼物 他们都是曾经受过兽海的恩惠 才重获生活希望的人 但是没人知道 多年前的他在军队中做事 每天的差事就是把敌对的俘虏调起来失踪 直到看见一位手无寸铁的妇人在他面前活生生被杀 他意识到在军营中的自己太过残忍 这样的自己让兽海面露羞愧 情绪崩溃的他来到悬崖边上 选择跳崖结束这一生 幸运的是 兽海被横穿大陆的船只救起 在那段时间里 兽海学会了给失去手脚的人们装上一只的技术 往后的日子里就留在了这个村庄 后来还收养了一个少年当徒弟 少年名叫阿耀 是个孤儿 是兽海的出现给了他活下去的意义 跟在兽海身边也让他无比的幸福 直到有一天 阿耀在路上看到一对母子 孩子因为残暴的武士丢了一只手 于是阿耀带着母子会到家中 兽海很快就完成了孩子的包杂 带母子回去的路上 母亲本以为兽海是个可怕的人 但是亲眼见到却完全相反 果然传言不可信 会到家中的阿耀神情低落 质问兽海真的在撕拨殿下娜娜当过叉吗 这勾起兽海痛苦的回忆 便将自己头疆被救 学的技术行医的经过全部告诉阿耀 坦白自己不是为了赎罪 只是更原谅不了什么都不做的自己 阿耀很悲伤 因为自己的父亲就是战死在和斯波的战争中 这让兽海感到很震惊 阿耀手持着刻刀愤恨说道 就是你杀了我的父亲 兽海不反抗只是求饶 但是并不是希望饶了自己 而是想等工作完成之后 再随阿耀处置 至少要先实现那对母子的愿望再死 阿耀迟疑了 一边是养育之恩 一边是亲生父亲 最后还是放下刻刀 当母子心愿达成以后 阿耀表示你永远也补偿不了 说罢独自离开 谁又能想象到 这个在森林中和人缘一样灵活的六岁少年 刚出生的时候竟然缺失了48个器官后被抛弃 幸好被兽海遇到 直到六年后 为了让少年能够和正常人一样 兽海为他量身打造了一身的意志和五官 虽然肢体残缺 但是兽海发现他具有为了活下去的强大力量 并为少年取名白鬼丸 白鬼丸虽然看不见 但是天生拥有一项特殊能力 那就是可以看到万物的内在颜色 绿色代表毫无威胁 红色代表着威胁 凭借着这项能力 可以让白鬼丸在自己的黑暗世界内规避危险 很快兽海发现 妖怪们都被白鬼丸的力量所吸引聚集 为了让白鬼丸拥有保护自身的能力 兽海决定把战场上生死搏杀的剑术交给他 而在白鬼丸被遗弃的一年后 醍醐夫人再次诞下一名男婴 醍醐看到了非常开心 因为这将是一个完美的子嗣 并为他取名多宝丸 五岁的多宝丸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战斗力 并且立志成为国家第一剑客 虽活泼开朗 但是每当看见母亲房间的残破佛像时 都会眉头紧皱 面对训练严厉的兽海 春去东来 白鬼丸的剑术也突飞猛进 凭借着自己感觉不到疼痛 让白鬼丸可以轻易地斩杀妖物 每当看到浑身带伤的白鬼丸 兽海都会担心 没有痛觉就不会感受到恐惧 那么很大可能对于切碎夺取别人性命的事情 也不会产生任何的心理负担和犹豫 兽海担心这样下去 白鬼丸会成为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戮狂人 而在某一次的战斗中 白鬼丸成功斩杀一只魔神 随后全身开始颤抖 一直有血有肉的右腿猛然生长出来 兽海看向了身后的妖魔 他明白 妖怪并不单单只会吞噬人类 有时也会蛊惑人心 把自己的力量借给人类 在给予人类恩惠的同时 往往也会从人身上夺走某些东西作为代价 他猜测白鬼丸就是某种因果身体被魔神抢走 暗自失落感叹自己并未能帮他做任何事 只教会了他怎样杀生却没有帮他找回身体 最后让白鬼丸独自走上夺回身体的道路 苏醒过后的白鬼丸来到火堆 生出右脚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疼痛 暑了吗 我明白了 痛远回了